最新消息就是韓正和布林肯见面 在上周早两天 这位王毅马不停去了俄罗斯 之前和沙利文见面 这次韩正以国家负主义的身份 和这位主管外交事务的布林肯见面 我们先看看巴士的布的报道 现在又是两位 称世界需要稳定和健康的中美关系 其实这些外交辞令和这麽简单的报道 不是可以反映到事实 反映到事实是说 中美的关系相当尖銳 以至于很多方面 尤其是国防 他们两个的防障 失离了联络 在这情况之下 在沙利文 代表白宫的国家安全 都很高的职位 影响到整个美国的国策 和这位 当时他们不是以王外外长的身份 和他谈计 而是香港国家报的新闻 他们是用这位中央委员会的身份 和沙利文在谈论 这些外交细节就不会详细讨论 而是告诉大家 如果中国是没有 因为美国作出有诚意的让步 和有承诺的话 是不会轻易 和美国的高层会接触 在人村的地方 即是朝鲜半岛的东南西面 即是近着中国的东南西面 即是近着中国的东南西面 在那边的军演 在那边的位置 他去了朝鲜半岛 即是在韩国的东面 即是已经有了一个改变 其实以国政量的看法 就是三艘军舰 即是韩国、美国和加拿大 好像不是很重要的 但问题是摆出的架式 是威胁到北京300公里这个地方 就是不善意的 就算是三艘军舰也好 他就拼着美国不敢对他作出反制 但谁知道突然间凶群而出 所有的山东岛包括山东岛 根据国政论所说 甚至是他有意思 告诉你不单止是突破了你 去到第二岛链 也同一时间 这些艦队和飞机有直撲 直撲哪里呢 直撲关岛 这个意图 这就很大件事了 正正就是看到 之前就是我们说到 李尼大教 是一位军事专家 他就传 其实我也是看这个新闻 直接看到他的视频 他亲吵港的 很多人就召唤他 你来说如果我们中国 是受到战争威胁 给美国战争威胁的话 我们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事情 那段点 就向美国 接近我们中国的所有的军事机器 作出这个 真是无差别的攻击 就是说是摧毁成的 这就很大件事了 虽然他没有什么 代表中国的军方立场 不过他这次也是出来澄清了 我没有说过 这些是传来传来传来的 如果是有位事上来的时候 一定是会攻击你美国所有围绕在中国附近的军事机器 这是必然的 虽然没有人肯说了 难道我们军方说什么 难道我们外交部说什么 正正就是传出这个消息的时候 都吻合一个很正确的军事逻出 就是我不怕你美国 不怕你美国之余 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美国就整个军事机器 可能那个思维 那个策略改了 我们不是威胁你 现在就是叫做 打气拖棚 就是吐气做不出 拉队走了 郭靖两个看法就说 那你就现在证明了 美国是一定要改变 对中国一直硬到底的策略 所以沙利文和王毅见完美之后 也是在这个联带 这个韩胜也跟这个布林肯谈 虽然你看回那些报道的外交辞领 你也说了 因为又是说这些东西 又是大家很负责任 要关注到这个的 有个共识和负责任 去推动这个世界事务 这些东西似乎就是 你觉得不是很中兴 不过我可以肯定就是 因为美国在这方面 是作出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说 再无需要再和中国较量摊牌 现在说这个回合到此为止 你说他认怂也好 这个就是郭靖两个说 你说他认怂也好 不认怂也好 从这个军演改变为止 又和山东艦和很多的军艦 组成这个战斗群 直逼 关島也好 甚至事前说出中国是 可以受到战争威胁的时候 或者出现战争的开始的时候 是可以无差别 对第三国作出这个打击 第三国就是日本 尤其是最重要的是日本 当时传出来就说 你来得很深入日本 因为实际上日本是最大的基地 同时也不止包括日本 那就是菲律宾 那这个就是说 一个不是一个消息的消息 就传了出来 那问你美国怎样下台 美国是必须要找台阶下台 于是他就一定要去谈 所以这次最新消息就是 韩正和不良肯再见面的时候 那些人就可以猜猜了 就说会不会有集败会了 那大家已经在去年巴厘岛谈完了 就是G20 那也是说了一年前的事情 但问题在执行方面 今年是非常不顺畅的 那美国能不能修正它的政策呢 那为什么美国修正它的政策呢 就很简单的就是因为 朝鲜和俄罗斯 最近的访问 令大家觉得 这个地缘政治改变了 还有王毅是马不停递 继续去找拉夫罗夫 继续去开会 那这个是 令到美国清楚知道 他不要说叫做知难 所以起码是 知道 中国背后的你后面 还有很复杂很深的水 你要估计 不是说你派一个军兰出来 你是不敢威胁我 你不可以折停我 没有人折停你 没有人攻击你 没有人折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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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问题是 所有的 中国的军兰就在这个区域里面 所谓叫做精锐进出 甚至是直逼你这个关岛 现在到了这个情况就是说 一个社评就说 现在很多人只手画脚 觉得你为什么又去了俄罗斯呢 现在你俄罗斯不能去的 不是因为你很战事的话 美西方定义了俄罗斯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不正当国家 甚至没有你 说中国和朝鲜加上一个 叫核心国 俗心国 你这是什么 你当我们德国 日本 二次大战和意大利的联盟呢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 你有什么话语权 除了你胡说之外 基本上你根本也是 不会再做到善意 所以今次这个社评也说到 如果不要污名法也不要燃魔法 不要把中朝鲜这个 大家的各与各的关系 就变成 你们所谓的所谓叫做 俗心国 他说王毅 去俄罗斯参加这个 战略安全 他很清楚说战略安全 这个日程下海 被一些西方媒体 炒作成为中朝和俗心的最新的 中朝和俗心 为什么呢 刚刚是 俄朝 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往 比如说普京和金正恩 验证了两个国家 是很沉迷的关系 虽然你想 你不要说他 他签了什么约 买了什么 并没有这件事 所以说 你不要说我们被集团化 也不可以叫被结盟 不过问题呢 是不是结盟 是不是比集团化更加沉迷的关系 更加弹劲的关系 这个就是由你 这个美国方面 作出这个评估 我所说 所有的战略 的形势 都是因为美国的手组成 因为你要带头 日本和韩国 是制造一个 两个地区的包围圈 包围中国的话 你必然是刺激到 中国两位邻居好友 也是同一个在地缘政治里面 是一个同一个的 关系 就是唇航指望的关系 这个就是 这个是俄罗斯和朝鲜 尤其是俄罗斯 在这个 俄好战事已经是 大量的 而你日本和韩国 是资助这个 古克兰 所以你是迫使 我们中国两个盟友 我老实说 用一个假设 如果2022年 俄罗斯是没有出兵的 就是没有出兵 就是没有出兵的 就是没有出兵的 就是 4466 拆电 或者小鬼无铃声冲 就是没有一个 特别的军事行动的话 今天中国面临的 战略压力 是非常之大 这样就想到了 你觉得是俄罗斯 因为我们和我们 中国有很多生意做 我们有很多交情 而会站在那边呢 因为如果没有 和好战事的话 没有和好军事行动的话 俄罗斯依然是 和德国 做好好的生意的partner 俄罗斯还有很有希望 作为欧洲的成员 和美国的重要盟友 不会因为 普京和习近平 聊天 或者大家骗个手 没有这回事 同一时间 今天 美国肯 和我们的最高层面的官员 去接触 不是代表他特别善意 而又说在西太平洋里面 中国已经表现了能力 可以冲破第一第二道念 真的一次打仗的话 可能上方你会说 那位米利上将所说 有一些叫做 打翻炸沙 我告诉你 你的重点 不要看起台海战事 你走去大折就说 一定是解放军 派这个军队 走去登陆台湾 而你派军队去阻止这件事 很明显就说 郭靖两个分析就说 他会突出西太 一出现任何冲突的话 无论是台海或者什么军事冲突 你有意图阻止中国的话 中国会直逼你关倒 甚至将整个日本的军事基地都会摧毁 我们可以放手一拨 为什么 有朝鲜和俄罗斯 有这么强的态势 在我们叫唇亡之下的话 也不怕你有什么重要的举动 不要再带节奏时说 如果你们解放军去登陆台湾 我一定会把你打架搞定 正如你来打架的全然 全然你来打架的所有看法就是 一打 就是全面战争 如果美国想再升级的话 就是核子战争 这次你来打架的事件 我不说究竟它的全然是真还是 这个不重要 而是告诉一个很侧面的 事实反应就是告诉美国 如果这次你想再挑战战争的话 一定是达到美国本土 中国如果有这个意志的话 美国需要听清楚 因为 俄罗斯和朝鲜都很有意愿 如果将这个战事 出现的话 都会直达美国的本土 计算数 计算完数就出现了这件事 虽然我已经早两天已经早三天 已经说了中美缓和 开始缓和 现在首先是降低中美之间的矛盾 现在就是在美国能够释出什么善意 例如它最容易做到的善意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科技的制裁方面 贸易方面 这个可以做的 可能它继续持着台湾牌和南海牌 但问题呢 根据黄海这次的军远 你已经是报废的 这两张牌 敢不敢动呢 我们不是说被动防守 中国不是20年前的中国 不是2016年 奥巴马派一些军队来南海的示威一轮 当然它也退了 这次也更加 中国是用更加先进的军事力 还有呢 也漏了一个消息出来 台海这次说要打全民战争 台海的时候如果你敢去做的话 所以这次讲来讲去都是 要提醒美国就说 你在台湾方面有这么多事 就是说你不要再打台湾牌 同一道理 南海牌也是失效的 任何一场中美的军事军斗 一定是全面战争 想清楚才可以做 尤其是日本 韩国可以看清楚了 如果你来 我姑且叫你来 这个 这个所谓的全面局 战争的 这个想法 如果透露了给你知道 你做美国的盟友作为反华的军事基地 你付出的代价是你几多人都负担不起的 这个不是中国好战 我说给你知道 这个是新加坡总理 李刚言的陈以杰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去订阅石楼台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都优化了视频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都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也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 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